遇刺小武座 讲述了来自武座世家的楚楚 为实现当武座的梦想 独自来长安闯荡 参加武座考试 误打误撞得到大理寺少卿锦毅的慧眼石珠 把他推荐给一直在寻找一个 背景简单身家清白 能力出众的武座作为助手的安郡王 肖锦鱼 单个人组团破案 惊险不已的破解了一个接一个的案子 掌管着三法司的安郡王 断案如神 公正严明 宽以律人 言以律己 君子端方温文和煦 举止 庄重正直 待人温和有礼貌 给人感觉仿若温暖的阳光 出身高贵 却能深切的理解人间疾苦 既有沙发果爵的手腕 又胸怀一颗悲天名人之心 对兄弟全心全意的信任 对爱情始至不渝 对事业鞠躬尽瘁 堪称人设天花板 有着清脆的声音 饱满的跟向日葵一样笑容的褚褚 灵气天成 活泼可爱 一方面因出身武作世家 而无目染 聪明敬业 专业能力强 另一方面又因出身乡野 不按事事 在人情上不懂事故 单纯 亦相信别人 两个职场人在恋爱 前阶设置以工作为主 谈恋爱为辅 一方面 层出不穷的案件 不断地将读者的胃口高高吊起 女主负责抛尸 艳鼓写报告 男主推理抓凶 做结案 另一方面 烧脑的 一个接一个案件之间 留一点缝隙 给男女主恋爱 结婚生孩子 命案与甜蜜的户口 有效地冲淡了 案件带来的紧张风味 在重口味的探论过程中 空糖吃 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意外地好看